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在共和党大会前夕发表的一篇文章 强烈宣称唐纳德 特朗普不适合领导 文章指出 这位前总统和被定罪的重犯在八年内三次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 并批评他与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相对立 除此之外 这篇文章还揭示了特朗普面临的众多刑事指控 涉及选举颠覆和保留机密文件等问题 同时 纽约时报也针对民主党总统乔拜登的现状提出质疑 认为他应该退位以保住白宫 这篇文章强调了特朗普再次参选的潜在危险 并呼吁选民们在选举年重新审视他的行为和言辞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共和党全国大会的阴影下 纽约时报的编辑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引发广泛关注的文章 明确表态 唐纳德 特朗普不适合领导 这篇文章不仅是一份对特朗普的审判书 更是对整个共和党现状的严重警告 文章开门见山 指出这位曾经的总统和被定罪的重犯 在过去的八年里三次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 这是对美国政治的一次重大考验 文章表达了深切的担忧 一个曾经伟大的政党现在服务于一个人的利益 而这个人显然不适合担任总统职位 他的价值观 性格 理念和语言 与这个国家伟大的许多方面直接对立 选择特朗普 编辑委员会认为 是对这个国家时刻的寒冷选择 这篇文章在共和党大会前夕发布 显然是有益的 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在文章中描述了78岁的特朗普所带来的各种危险 并对他的认知能力提出质疑 与此同时 该报也没有放过现任总统乔拜登 指出拜登在上个月亚特兰大与特朗普的辩论后继续显得是一个衰退中的人 并强调民主党保住白宫的最佳希望是让他退位 华盛顿邮报、ABC新闻和义普所在周四发布的一项新调查显示 有67%的美国成年人以及58%的民主党人希望拜登退位 而50%的美国成年人但只有11%的共和党人对特朗普持相同看法 这些数据无以反映了选民们的沮丧和绝望情绪 在文章中 纽约时报对那些曾经追求选举权利以解决问题的共和党人致以敬意 如罗纳德、里根、乔治、H、W、布什、约翰、迈凯恩和米特、罗姆尼 然而 文章痛心地指出 太多的共和党人因特朗普在移民、贸易和税收方面的立场而放下了对他的担忧 然而 这次选举的赌注更为根本 什么品质对美国总统和总司令最重要 特朗普的法律问题也是文章的重要部分 他因向一位色情明星之父封口费而被判34项刑事罪名 陪审团认为这些付款是为了干扰2016年选举 尽管法官将判刑推迟到9月以审查案件 特朗普仍然面临可能的监禁 此外 他还面临54项其他刑事指控 涉及选举颠覆和保留机密文件 在民事案件中 他因商业欺诈被罚数亿美元 并因强奸指控的诽谤案被罚数百万美元 法官称这些指控基本属实 然而 更具震撼性的是 特朗普是图推翻2020年选举的行动 最终导致了1月6日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 这次暴乱导致9人死亡 约1300人被捕 数百人被定罪 尽管特朗普因煽动叛乱而第二次被弹劾 共和党参议员宣告他无罪 使他得以再次参选 特朗普甚至承诺将赦免这些暴徒 总结这一系列事件 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断言 这些行为和其他指标显示 特朗普显示出不配担任总统职责的品格 文章强调 他表现出对宪法 法治和美国人民的极度不尊重 与其说是对国家未来的清晰愿景 不如说是被对政治权利的渴望所驱动 利用政府的杠杆来推进他的利益 满足他的冲动 并对那些他认为对他有害的人进行报复 简而言之 他不适合领导 这篇文章不仅对特朗普发出了严厉的谴责 还指出民主党内部也在进行一场 关于拜登总统是否是带领党派进入选举的 和是人选的辩论 选民普遍对他的年龄相关的适应性表示担忧 然而 纽约时报认为这场辩论的重要性在于 对特朗普可能对国家 其力量 安全和国家性格构成的危险的合法担忧 而一个有说服力的民主党替代者是唯一能阻止他重返权力的东西 最后 文章称这是一场国家悲剧 共和党未能放下他们长期以来的价值观 忽视了前特朗普官员所描述的他的系统性不诚实 腐败 残忍和无能 并敦促美国选民在选举年履行一个简单的公民义务 听听特朗普在说什么 注意他作为总统时做了什么 并真正体会他承诺如果重返权力会做什么 这篇文章既是一份针对特朗普的严厉批判 也是一份呼吁选民深思熟虑的公开信 强调了这次选举对美国未来的重要性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无疑将在接下来的选举季中 引发更多的讨论和争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纽约时报的编辑委员会在共和党大会前夕 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烈的文章 明确表示唐纳德 特朗普不适合担任领导角色 文章中指出 特朗普在过去八年内 三次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 并且是一个被定罪的重犯 编辑委员会认为 这样一位人物不仅在价值观 性格 理念和语言上与美国的伟大精神背道而驰 而且他的重新提名 是对国家未来的重大威胁 文章对特朗普过去的行为 及其对未来可能带来的危险 进行了详细分析 特朗普因向一位色情明星支付封口费 而被判34项刑事罪名 陪审团认为 这些付款是为了干扰2016年选举 他还面临54项其他刑事指控 涉及选举颠覆和保留机密文件等问题 此外 在民事案件中 他因商业欺诈 被罚数亿美元 并因强奸指控的诽谤案 被罚数百万美元 这些法律问题 使得特朗普的领导能力 受到了极大的质疑 编辑委员会还提到 特朗普在2020年选举后 试图推翻选举结果 这最终导致了2021年1月6日 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事件 这次暴乱导致9人死亡 约1300人被捕 数百人被定罪 尽管特朗普因煽动叛乱 而被第二次弹劾 但共和党参议员宣告他无罪 使他得以再次参选 特朗普甚至承诺 如果他再次当选 将会赦免这些暴徒 纽约时报强调 特朗普的言行 表现出对宪法 法治和美国人民的极度不尊重 他的领导风格 更像是为了满足个人政治野心 利用政府权力 推进自己的利益 并对那些对他有害的人进行报复 这些行为表明 特朗普不具备担任 总统所需的道德素质 原则和品格 在针对特朗普的批评文章中 纽约时报也对民主党 现任总统乔拜登提出了意见 编辑委员会认为 民主党保住白宫的最佳希望 是让拜登退位 因为他在最近的表现中 显得衰退 但文章同时指出 这场辩论的重要性 在于对特朗普 可能对国家构成的 危险的合法担忧 纽约时报还向那些 努力通过选举权力 解决问题的共和党人致敬 如罗纳德 里根 乔治 HW 布什 约翰 迈凯恩 和米特 罗姆尼 并表示 太多的共和党人 因特朗普在移民 贸易和税收方面的立场 而放下了对他的担忧 但这次选举的赌注 更为根本 什么品质 对美国总统和总司令最重要 最后 纽约时报呼吁选民 在这次选举中 履行他们的公民义务 即听听特朗普在说什么 注意他作为总统时做了什么 并真正体会他承诺 如果重返权力会做什么 文章称 这是一场国家悲剧 共和党未能放下 他们长期以来的价值观 忽视了特朗普的系统性不诚实 腐败 残忍和无能 并敦促美国选民 做出明智的选择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让我来说说 为什么纽约时报说 特朗普不适合领导 是完全有道理的 首先 特朗普的道德问题 和法律问题简直是雪上加霜 他的形式指控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从向色情明星之父 风口费到选举颠覆 再到商业欺诈和强奸指控 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代表美国 我们的总统应该是道德的楷模 而不是法律的违反者 这就像一个赌博成性的疯狂科帕吉亚 被赌场老板抓住现行 还想说自己是赌博之王 各位观众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这样说有点过于偏颇了吧 首先 特朗普的问题确实存在 但让我提醒你 他在任期间的经济表现 可是相当不错的 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税收改革 让很多美国人受益 再说了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历史上很多伟大的领导人 也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 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期间就是酒鬼 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一名伟大的领袖 特朗普的问题虽然明显 但他也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 谢琪琪 你这样说简直是避重就轻 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一般的问题 而是对法治的公然挑战 再来说说1月6日国会暴乱 特朗普煽动叛乱 这可是实打实的犯罪行为 这就像拿破仑想要称霸欧洲 不过他最后还是失败了 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混乱 经济成就再高 也不能掩盖一个领导人对民主制度的破坏 楚天书 你的比喻有点过于戏剧化了 让我再强调一遍 特朗普虽然有问题 但他所做的经济改革很对外政策 确实给美国带来了实际的利益 比如说 他在对华政策上的强硬立场 让中国不得不重新考虑其经济政策 你知道吗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 在特朗普任内 美国的失业率降到了50年来的最低点 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数据 不是空谈 这就像是亚历山大大地 在征服半个世界的同时 带来了希腊文化的繁荣 我们应该更加全面地看待 一个领袖的成就与缺陷 谢奇奇 你说的这些成就虽然不容忽视 但再大的经济成就 也不能掩盖一个领导人的道德和法律问题 特朗普的行为让我们对他的领导能力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这就像是泰坦尼克号 外表光鲜亮丽 内部却藏着无数的隐患 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 你提到的失业率问题是事实 但不要忘了 这些成就都是在他背弃法治 挑战民主的前提下取得的 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楚天书 你的观点有其道理 但过于悲观 现实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 我们不能否认特朗普确实有错误 但他也做了不少时事 就像一个厨师 虽然有时会烧胡菜 但他做的美味佳肴也不能被完全忽视 再说了 选民不是傻子 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 民主制度的美妙之处 就在于他给了每个人选择的自由 而不是让我们去一味地批判某一个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哎呀 这一段政治八卦可真是让人拍案叫绝 有如好莱坞剧情一般 纽约时报的编辑委员会在共和党大会前夕 突然打出一记重拳 宣称特朗普不适合领导 这一篇文章可真是措辞激烈 直接指出这位前总统的价值观 性格 理念和语言都与美国伟大的许多方面格格不入 这就像是在说 一个曾经光彩夺目的政党 现在只是在一个人的指挥棒下跳舞 而这个人还是被定罪的重犯 这就像是说 当大家都在盯着这个导弹的孩子 却忘了他其实在学校里已经被罚战了好几次了 于是 该报的编辑委员会在周一也对桥 拜登发表了一篇评论 坚持认为民主党保住白宫的最佳希望是让他退位 拜登被批评为衰退中的人 两位大爷的心电图一时之间成了焦点 有趣的是 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 67%的美国成年人希望拜登退位 而50%对特朗普也持同样的看法 这真是兵荒马乱的两位候选人 你说这选民该怎么办 纽约时报还嘲讽那些因特朗普在移民 贸易和税收方面的立场而放下对他担忧的共和党人 并向那些真正追求选举权利以解决问题的共和党人致敬 这些共和党人的榜样包括罗纳德 里根 乔治 H W 布什等 似乎纽约时报在这里又想起了那些黄金时代 试图重燃共和党的良知之火 而这场大选的赌注更高 关键在于什么品质对美国总统最重要 回到特朗普本人 他可是麻烦不断 从付给色情明星的封口费到被判34项刑事罪名 再到面临54项其他刑事指控 这位前总统的法律困境可以说是前五谷人 即使如此 他还是能够在法庭上辩护 法官将判刑推迟到了9月 这期间还得等待最高法院的裁定 特朗普的行动包括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 最终导致了1月6日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 这次暴乱导致9人死亡 约1300人被捕 数百人被定罪 甚至还因此被弹劾 但他还是坚持要再次参选 并承诺赦免暴徒 纽约时报的编辑委员会认为 这一系列事件显示出特朗普的道德素质 原则领导 品格 总统的言辞和法治都不合格 他表现出对宪法 法治和美国人民的极度不尊重 更像是被对政治权利的渴望所驱动 利用政府的杠杆来推进自己的利益 总而言之 这篇文章认为特朗普简直不适合领导 并呼吁民主党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替代者 来阻止特朗普重返权力 这是一场国家悲剧 共和党未能放下他们长期以来的价值观 对特朗普的系统性不诚实 腐败 残忍和无能视而不见 纽约时报呼吁美国选民在选举年履行一个简单的公民义务 听听特朗普在说什么 注意他作为总统时做了什么 并真正体会他承诺如果重返权力会做什么 这场政治大戏还在继续 看来美国选民要擦亮眼睛了 不然这选举可真是要变成一场现实版的纸牌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现在来找到今天的试验